嗨 伙伴们好 无动说跑步 可能是最便宜的碳纤维跑鞋 这是多威的真图1500 它适合体重正常 足弓正常或者偏高的伙伴 已经有一定时间的跑步历程 你需要一双耐磨的 长期可使用的训练跑鞋 对 这就是适合的人群 你会问碳纤维跑鞋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先讲目前带有碳纤维的跑鞋 第一个Nike的百分之NEX 百分之NEX 2099 00 蹦就四个雷 2099 多威 真图1500 它也带碳板 299 所以我说可能是最便宜的碳纤维跑鞋 好 碳纤维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当你直入了碳纤维 你看在这个部位的扭转 相对来讲就会更坚硬 人在离开地面的时候 尤其足弓偏高或者偏低 就容易内旋过度或者内旋不足 当你在做这样趋深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引导线 这个叫直球部 直球部如果非常的柔软 每次都做强力的折叠 就会影响你的效能 所以这是碳纤维的两个主要作用 好 这一次这双跑鞋的碳纤维 主要在这个部分 中足部分 它主要的是提供支撑和靠扭转的作用 而对于增加跑步效能 它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还是不够明显 43码的鞋 273克 鞋面使用了Mesh的网布 大家看这个热贴合的工艺 那这样里面就不需要缝线 没有缝线的情况下 摩擦就会更少 这个工艺多维是越做越好了 它的中底使用了DWMOTE 这是一个类似于像EVA的中底 但我认为这个核心的技术 是还可以做得更好的 这是三系列 我希望它的九系列 能够研发出自己更好的中底 就像李宁的BONK 最外层使用了DAR-1500的橡胶 那为啥叫1500 多维说这双鞋能够跑1500公里 已经穿了它跑了大概百来公里 大家看这个橡胶真的很耐磨 几乎没有太大的磨损 所以能不能到1500公里 试过了才知道 如果你是一名严肃的跑者 你希望找一双特别耐磨的 而且性价比好的跑鞋 我觉得可以考虑它 适合前掌先着地 或者全掌着地的跑者来使用 特别是它内置了碳纤维 国货当自强 期望李宁 期望多维 期望安踏 期望特步这些都能够迎头赶上 做得更好 好的装备能够让你跑得更好 但是如果你不迈开腿 什么都没有 穿上跑鞋 健康比黄金更珍贵